NBA直籃季后赛 东西区八组十六强的第一轮比赛已经开大 其中东西区分区冠军队 荆州勇士 老鹰 甚至骑士队都拿下第一胜 而未免的马刺队首战却失利 增添了一些变数 由State Farm所赞助的NBA Showtime体育特派员时间 就带您来看看 这季后赛各队精彩的第一战 State Farm帮您保护珍惜的一切 让您与孩子安心追求梦想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记者佣志 欢迎来到由State Farm所赞助的NBA Showtime 体育特派员时间 让State Farm帮助您保护您所珍惜的一切 并且安心的陪孩子成长 一起追逐梦想 是 那么进入NBA季后赛 我们可以看到 八队当中第一场仗都已经打完了 而整个过程我们可以说 是无悬念当中有惊喜 为什么这样说呢 无悬念表示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包括西区与东区的冠军 老鹰队以及荆州勇士队 都顺略拿到了第一胜 而为什么说有惊喜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马次队第一场仗 竟然输给了快艇队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但是其实观众朋友不要担心 我们都会来为你做分析 而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 马次队虽然第一场仗输了 但是他过去三场的历史当中 他夺冠的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他第一场仗都是输的 所以我们说他有惊喜 而继续看到东区 获胜的还有巫师队 胜暴龙队以及公牛队胜公路队 而西区的部分则有 灰熊队胜托荒者队 以及达拉斯小牛队胜火箭队 所以那么简单的看完赛果之后呢 我们有位观众朋友 特别选出了三队 来做特别的分析 首先第一队 当然就是荆州勇士队 对战体股队 因为荆州勇士队呢 在今年呢特别被看好 而看好的主要一个原因之一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攻守兼备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先看攻击的部分 其实第一阶呢 荆州勇士队就以13比28分 足足领先15分 几乎是把整个体股队 士气跟得分整个给压制住了 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当然就是他的明星球员 Steven Curry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由Steven所赞助的亮眼Super Play 我们就要颁给Steven Curry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 首先来看到Steven Curry 他精彩的三分球的命中率 几乎有四成以上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他不论是在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时间出手 都可以命中 这相当的厉害 而另外一个Steven Curry 非常优秀的就是呢 他能够抓到 燃下的空挡时间 然后直接上篮得分 甚至在对上体育队主将 Anthony的时候呢 不论呢 对方怎么样的盖 他都有办法得分 好的 那么看完西区的第一队 荆州勇士队之后 很多人就会想说 我可能下一个 就要谈的是第二队 就是东区的老鹰队 但其实不是哦 因为东区的老鹰队呢 防守能够攻击呢 都是可圈可点的 不过最主要的关键是 拉伯朗卓斯所领导的骑士队 这次呢 对战赛尔提克队成功 这个呢 是非常关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骑士队呢 他是一个新秀队伍 他过去根本就没有 所谓的季后赛的经验 但是靠着拉伯朗卓斯一个人 竟然可以让这支队伍打进去 好的表现之后呢 其实呢 他也看出很多缺点 到底缺点是什么 要注意什么 我们来听听看 拉伯朗卓斯 他自己怎么说 好的 看完了前面这些 没有悬念之后呢 我们也要提一下 今天特别的一个惊喜 那就是 为什么快艇队能够赢马次队 那么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呢 就是在第一节的时候呢 快艇队呢 就拿下了30分 几乎领先马次队 12分 这样一个成绩 那么为什么呢 主要呢 是因为他们呢 Chris Paul跟Griffin 两个人合作的一个战术 两个人呢 就共同包办了 全场58分 那么其中一个表现 更精彩的当然就是Griffin 因为他个人呢 就拿下了26分 其中包括 12个篮板 还有6个助攻 以及3个火锅 如果观众朋友 你有看这个比赛的话 你可以发觉 这火锅盖的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那么也因此呢 这两个人的合作呢 让马次队呢 几乎整个陷入的困境 就算是总教练 有办法采取一些战术 第二节扳回一层 但是呢 第三节的时候呢 还是被压制住了 因此我们也来听听看 Duncan他是怎么样说 他怎么样来反省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改进 整个季后赛的分析之后 最后也要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在4月21号 礼拜二的晚上呢 还有第一轮第二场仗的 三场比赛要打 那就是包括了 骑士队对战赛尔提克队 以及巫师队对战暴龙队 还有小牛队对上火箭队 所以呢 也请观众朋友们 持续的锁定 我们由Stefan所赞助的 NBA Showtime 体育特派员时间 我记得 叶永志跟叶永文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